劉三寶刮了太師兩巴掌 現在聽到太師問他叫什麼名字 想著這回一定沒命 嚇到整身打冷震 跪在地上扣頭認罪 太師啪啪聲笑 劉三寶起來 軍營就該如此 本歲不怪罪於你 你當差認真 本歲就破格提你為藍旗官 劉三寶驚雲未定脈 但口一味 我 我 你 你一絲不苟 所以你當提拔 你們大班 那大班 剛才看到劉三寶打太師 早就飛跑過來 心驚膽跳縮在後面 一聽到太師叫他 立即上前跪下 小人拜見太師 脫脫就對他說 劉三寶辦事認真 不但不佛 還要提升 提拔他為藍旗官 立即調去大營聽領 尼管交部下右方 海牙 海牙 上去五兩白銀 太師 吩咐完 就帶海牙離開迎門 直奔徐州城 太師脫脫今天熬了兩巴掌 反而特別高興 嘿嘿 連自己的兵丁都認不出 那去到徐州城 人來客旺 那就更加穩陣了 兩個人快步如飛 幾十里路 三個時臣就來到徐州城 抬頭一望 城牆上精奇招展 瘦大飄揚 城下邊人來人往 穿梭不斷 師徒兩個就跟著人群 慢慢入城 入到城裡更加熱鬧了 只見推車的 淡淡的騎馬的 行路的 坐車的 男的女的 老的亂的 個個眉開眼笑 賣賣生意興隆 哪裏像打仗的樣子 太師的心想 啊 徐達這個小奴才 不但統軍有法 自民亦有方 雖然小小有個徐州城 液體出西吾旺 都記得人心的 師徒兩個就在街上 走一個大圈 到處都是人逼人 好像襯虛那樣的 來到十字街頭 見到路邊有一間飯館 兩個人就進去裡面坐 那個伙計見到有人嚇來 就快點過來招呼 兩位想吃什麼呢 海牙就隨便點了幾尾菜 脫脫一邊吃飯 一邊聽隔壁 左右的人在聊天 那時候呢 這間飯館就越來越多人了 那些人一邊吃一邊聊天 有些就在稱讚西吾旺英明愛民如子 有些就在罵元朝官員腐敗無能 脫脫聽見心中難受 唉 一日都是那些貪官污吏 將元朝江山敗 脫脫聽了一陣心飯 就快點爬上那兩口飯 離開飯館 走到沒有多遠 走到路旁 看到路旁有一間大蕩舖 長腳下面圍著大幫人 脫脫就走過去 踏起腳一看 原來呢 有個尖掛算命的先生 就坐一張靠背椅上 那位尖掛先生呢 若木四十歲左右 殺得十分白正 頭大方筋身穿青袍 面前擺著一張高桌 桌上擺著籤筒 竹籤文房四寶 還有一塊木牌 牌上面寫著幾項字 每掛上等人收文銀十兩 中等人收文銀五兩 貧文十文錢 如算掛不靈 盜找文銀十兩 這樣圍著來看熱鬧的好多人 太師的心想 凡是做這一行的 都是指天篤地握神騙鬼 亂說一通 哪有句真 這個尖掛先生 口氣又多大 聲明要算掛不准賠十兩銀 我真是看一看他 到底有什麼本事敢寫法 太師就站定來看 沒見海見有個年輕人在外面逼進去 就對那個尖掛先生說 先生,跟我尖掛掛呢 那個算命先生抬頭一摸 哦,你要尖掛 好,你在籤筒那裡抽一支籤出來 那個年輕人在籤筒那裡抽一支籤出來 那個尖掛先生一看 眉頭一皺 哎呀,這位先生,不要尖掛了 那個年輕人又瞪大雙眼問 為什麼 哎呀 哎呀,你家裡現在火足啊 你快點回去救火 啊? 哪裡會啊?我剛剛在家裡出來 這麼快會火足啊 哎呀,說你又不信 我一看你抽那支籤我就知道了 你快點回去救火 現在趕回來還來得及 救完火你再來送掛禮給我呢 隨你喜歡給多少就算多少 如果我說得不對 你家裡沒有火足 你馬上回來,我賠十兩銀給你 那個年輕人聽見那個尖掛先生說得這麼認真 好吧,我現在馬上去看看 一會兒我再來尖掛 那個年輕人飛快跑去 脫脫就心中奇怪了 蛤? 尖掛算命的人一看那支籤 連人家家裡火足都尖得出來 你真是神仙嗎?我也不信 我可以等一等 我看你是不是真的這麼靈 過了陣子 剛才我年輕人本頭大汗氣喘喘地走來 哎呀,先生 我來交掛禮啊 哎呀,真是多得了先生 要不是先生指點 那就不得了 我剛剛回到家,真是火足啊 好在我回得早 叫隔壁輪師一起幫忙救滅了 哎呀,我回遲些 你家裡大人小孩都沒有啊 先生啊 我交些禮金給你 我還想尖掛 哎呀,不要尖掛了 你還想尖掛的掛 我都猜到了 你父親有病 半年多餓床不起了 你想尖掛問他的病 有沒有辦法醫是吧 是呀,是呀,是呀 那個尖掛先生另一另頭 你不用再去找醫生了 你快點回家 遲些就見不到你爹的臉了 哎呀,你這兩枝掛都是不吉利的 你早幾天來就好了 那這兩封禮金 我昏文不授了 你快點回去吧 哎呀,那個年輕人就哭哭啼啼 說了一句 多謝先生指點啊 說完便飛快離開 過了一陣子呢 又有個女人 苦口苦臉地走過來 先生 多快你跟我尖枝掛 好啊,好啊 你抽一支籤吧 那個女人呢 就在籤筒裡抽了一支籤 尖掛先生一看 滿面笑容 嘿嘿,這位大嫂啊 你放心啦 你現在就回家 順便呢 就買好酒好菜 回去做好晚飯 未到天黑 你男人就回到家了 那個女人一聽 當場面口都開了 哎呀,先生 那人家又說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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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你男人中途遇險 無非是想勒索你錢錢的 這支掛 哎呀,明明白白說 你男人平安無事 就快回家了 快點快點準備啦 哎呀,先生 這樣就多得了你啦 掛禮是多少啊 哦,那呀各有不同 你這封掛禮 我現在不收了 等靈驗了再收銀 今晚你看你男人回來了沒有 如果回來了 明早一早 你就拿五两银来,那个女人宽天喜地地翻扯,过了一阵,又见了一个白爷婆,逼得进来,走到尖挂先生面前,一句话都没有说,在袋里扔了十文钱出来,放在桌上,先生呀,真是多得了你了,怎么样啊老人家,昨天那支挂怎么样啊? 哎呀,真是凌劲啊,我特意赶来送挂礼给先生呀,真是小意思,真是不好意思啦 那个太师脱脱本来就不信这一套的,只亲眼见到一年几个都说算得这么靓,就有点心动了 哦,不如我去尖挂,看看我脱脱前程如何,徐州这一仗能否打胜,又看看徐达到底对我怎么心强呢 脱脱就走到桌前面,先生,老夫来算了吧 好啊,老人家,你们抽支签呢,脱脱顺手仔的签筒就抽了支签 那位尖挂先生接过竹签,将挂在桌上逼劈拍拍地摆来摆去摆了一阵,然后一看 突然间恶高头一望太师,喊了一声,哎呀,原来你是一品 这个品,那个品字还没说完,太师就快点折着他,哎呀,先生,先生,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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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命先生也心领神会笑笑口说,哈哈,这位老先生是一位大掌柜,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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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那太师嚇到一身冷汗 幸好这位尖挂先生留个情面,他如果说下去一品太师,怎么得了呢? 这里是西吾皇馆的地盘来的,说出来我还有命呢? 那尖挂先生呢,又摸一眼太师,大掌柜,你是否想算下你的生意赚蝕呢? 哎呀,正是正是,你这位大掌柜,东家是很大的,你算是天智第一号,是吗? 铁铁的心想,那也没说错,我身为太师,又是兵马大元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还不是天智第一号是什么? 那位尖挂先生呢,又说了,这回,你又想算下你东家这盘大生意赚蝕呢? 你这位大掌柜前情如何,是不是呢? 哎呀,正是正是,尖挂先生摇一摇头,以前呢,你东家是独家经营,现在就快被人顶倒了。 大掌柜,大掌柜,你最近要做一宗大生意,怕要谨慎小心哦,因着连老板也虚了。 大掌柜,你这位东家,现在又信任两个小人,你这个大掌柜都要因着啊。 按照我说,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又找了这么多世界,不如休息一下,響一下万福好了。 那位脱脱一听,哎呀,真是被他说得对了。 元朝江山,现在吱吱拱,西吴兴起,看来真是会灭我元朝都不顶的。 他说我东家身边有两个小人,当然不是啦,一个是丞相撒敦,一个是泰斯哈马,就是这两个小人害我。 他两个常常怂恿皇上,迷戀走色不理朝政,怨君子近小人。 我多说几句说话,就得罪了皇上。 一道圣子落来,要我年万之人,千里不涉来攻打隋州。 现在自己的八十岁人,一生容马,都应该解甲归田,告老还乡。 至今四海不宁刀兵四起,我受先王所托,又怎能够弃主而去? 唉,不要提了,不要提了。 我还是叫这位算命先生再看下我那个大徒弟徐达,对我怎样才行。 太师又问,先生,我曾经带过几个伙计, 有个旧伙计发了达。 我不知道我这个伙计对老师会怎样呢? 噢,是有个发了达的大徒弟,是吧? 你如果要问他借钱,他怕没钱借给你。 不过你这个徒弟,整天都挂着你,对你还是一片诚心的。 太师一听,噢? 那徐达死心,塔地跟着朱元璋,要他回来,他一定不肯。 不过,听这个尖瓜先生说,对我还有一片诚心。 那尖瓜先生又问,大掌柜,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说错呢? 如果有半句不灵验的,那就不但昏文不收,即刻赔十两银给你。 哎,说得对,说得对,多谢先生指点。 呵呵,那就好了,如果都灵验,那就多烦大掌柜给礼金了。 是吗? 好好好,脱脱就拧砖头,叫海牙拿十两银过来,放在桌上。 那个尖瓜先生一看,用手把银两一推,喂! 大掌柜,不同你算一卦,才只给你几个钱。 太師就惡然 先生 你牌上面寫明的 上等人一掛十兩銀 中等人五兩 那勞夫已經照最高價錢 給夠十兩銀 先生 難道我給少了 那個尖掛先生 一尾另頭 少少少 好像你那樣的上等人 一個人管這麼大 攤生意的 十兩銀是怎麼拿得出手 跟著那個人在太師 耳邊小小聲 說了一句老掌 鬼 你這個上等人 非比一般 嘿嘿嘿 那太師一聽 咦 當堂客打了個冷鎮 好好好 我再添一點 一叫開拓 又拿了二十兩銀來 那個尖掛先生 還是嚴少 老掌櫃 你真是消氣 你這句話 與眾不同 三十兩銀 未有耐 那位太師 他並不是說不捨得出銀 如果出得太多 就必然引人注目 故此 他一刻就說 對不起 先生 我身上銀兩不夠 望先生多多包涵 說完就快點拉上海牙走人 走不太遠 又是走回頭站在外面看 咦 既然走出來了 又怎麼還站著做什麼 原來 太師見到那個尖掛先生這麼靈 一心想拉他回大營 請他留在自己身邊做個謀事 所以不走 想等人散了 再跟那個尖掛先生聊一下 過了一會兒 又見到一個百姨公 六十幾歲 頭帶頂戰帽 身穿了一件黃色的長袍 笑呵呵地走到尖掛先生面前 喂 這位先生啊 嘿 你剛剛來這裡開檔幾天 明星就傳出去 大家都說你十分本事的嘛 尖掛算命 夠了靈驗 能知過去未來 又會寫得一首好文章 嘿 你這麼好才華 何必做尖掛算命這行啊 不如出來 為國家做一番大事吧 那個尖掛先生 嘆了口氣 唉 老人家 這個叫做生不逢時 上當初 我也曾經十年寒槍苦 讀破萬卷書 至那年上京考試 因為沒錢送禮 結果就明落孫山 我看透了 才做尖掛算命而已 唉 這個世道 好似我那樣的人啊 只好跑江湖 雲餐飯吃 捱一日 只是啦 哪裏還有什麼去處啊 那百億工就說了 先生啊 我和你找個地方了 就不知道先生你完不完 啊 老人家 你想指點小弟去哪裏呢 先生 這裏徐州是西吾王朱元璋的地盤 那西吾王朱元璋 禮言下事 不分貧富歸賤 只要有本事 他都要用啊 你不如去投奔西吾王好了 是 西吾王的大名我久有所聞的 不過無人人見呢 那怎麼進去做事啊 唉 那有辦法有辦法 唉 我有個世侄啊 在王府做事的 我帶你去拜見西吾王 唉 你這麼本事的人啊 我保證你做個謀事啊 那個尖掛先生就立即收檔 那百億工就大聲說 好了好了 大家散開啦 嘿 這位先生 以後再不尖掛算命咯 他寶珠元環啊 周圍看東西的人一下子就散了 那個太師脫脫的心就鼓鼓聲 哎呀 你這個死老鬼啊 我想拉這個尖掛先生回大型做助手 你這麼多口做什麼啊 硬硬把他叫了去 白白就抑了個朱元璋 你真是豈有此理啊 你 太師就眼睛睛地看著他百億工 帶走一個尖掛算命先生 他 握又不握得出來 一途喊起 只好和海牙兩個呢 又才走到前面 原來這個尖掛算命先生呢 只是小聖人孫嚴 他奉徐元璇之命 假扮著尖掛算命 猶豫作弄的太師 這個呢就叫做攻心戰術 那個太師和海牙兩岸走一輪 又看到前面街口那裡圍著一大堆人在那裡 圓圓就聽到那些人在那裡大聲喊 好啊好 哎呀 真是本事 好功夫啊 脫脫就不知什麼事 又急急走過去看 原來呢 是一老一笑 在那裡賣武 那賣武的老伯呢 年歲有六十歲開外 那面好像火炭吹灰 五官端正 白眉毛白胡蘇 那個年輕人呢 若摸二十歲出頭 面如白玉 微薰白彩 目似浪聲 兩個人呢 都已經一身寒 看樣呢 剛才已經在那裡很久了 地下呢 扔了不少碎錢在那裡 那個年輕人呢 只是彎腰在那裡執著錢 那個老伯呢 就向著周圍的人四邊作一 就說 我們不是本地人 因為頭親不語 故此路過住在客棧裡 誰知不幸就得了長柄 勞費用完 又欠下房租 沒辦法 才在那裡擺地攤賣武 這個 就叫做人窮 就當街賣藝 苦我都難路傷人 剛才我們爺孫兩個練了一輪拳腳 成蒙大家賞賜 這回 我們爺孫再練一套彈槍破雙槍 但求各位賞免 再賞賜兩刁錢 那麼我們爺孫就可以夠路費翻扯了 我們一輩子都感激我們 隨周城的俘虜向襯 對我們的周仔 那時候呢 看熱鬧的人群中 有三個人就大聲喊著 行呀行呀 你爺孫真功夫有本事的 你再練一次給他們看看 這兩刁錢 我們三個包 西南角那邊又有一個人說 嘿 你爺孫好東西呀 用心演幾套絕招給他們看看 我再加一刁錢 那個賣藝的老伯就說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多謝你們幾位 講完一手一兵力加上 拿出一支亮銀槍 那個年輕人就收了地下的錢 雙手一抱拳四面走過禮 然後就拿出一對雙槍 爺孫兩個就開始對打 脫脫在外面一望 哎呀這個老伯受中那支亮銀槍 好像交龍擺尾 怪忘翻身 出手快捷 招數驚人 那年輕人的兩支槍更加厲害 前後左右上中下 睡得清清楚楚 來得乾淨去得利索 哎呀哪裏在賣帽啊 簡直是戰場比武啊 你一怒一笑 你一怒一笑 不理他投奔哪裏 都是一圓苦象啊 為何會淪落到這樣的地步呢 脫脫這個人啊 是個愛財如命的人 他一見到有本事的人啊 他一見到有本事的人啊 就要千方百計修 來入自己手下的 剛才就想找個尖掛算命先生 怎知遲一步腳就被人叫了去 現在又見這兩個武藝了得一怒一笑 太師呢 就想這一回一定要想辦法帶他們兩個回去大營 一來解救他們困境 不用讓他們流落街頭 二來呢 自己手下又多添兩元猛將啊 脫脫就站定在那裏等啊 那兩爺孫練完武 牆上又一片喝彩星 跟著叮叮噹噹丟錢進來了 剛才說話那三個人呢 本來是說出兩吊錢的 現在一人出一吊錢 一下子就扔了三吊錢進來 西南角那邊那個人呢 也扔了吊錢進來 那個年輕人收了錢就交給那個老伯 那個老伯一看 就對眾人說 我們剛才求各位賞賜兩吊錢 現在各位給那麼多來 唉真是十分多得各位鄉襯 後會有期 下次我們爺孫再來徐州 一定去拜訪各位 講完又向著四邊抱拳作音 然後就走回去執拾刀槍棍棒 看東西的人一下子就散光了 太師一看 嘿呀這回就不要錯過機會了 立即就走過去想拉著他兩爺孫商量 剛剛走了幾步腳 只聽到後面有人大聲喊 別走著 太師大吃一驚 咦 難道被人識穿了 手就偷偷地摸摸腰間暗藏那把寶劍 凌轉頭一望 原來又是剛才在檔舖門口 帶走了尖掛先生那個白爺公 唉呀真是不是冤家不醉頭 你這個死老鬼又來這裡做什麼才行